在這個問題中,它給了一個數列 另外就是給了一個A1的起點 也告訴你如何使用原本的A 來計算下一個A 這個說下一個A就是原本的A乘2倍 然後再選擇原本的A的平方 所以如果我們有A的K加1 我們要用之前的結果 我們就把它變成右邊的寫法 但是在數學歸立法裡面 我們第一項是考慮P1 就是當N等於1的時候 這個名題到底成不成立 當我們看到AK加1的時候 先考慮這部分 考慮P1的情況的左方 就等於A1 A1根據題目它就說是P 右方就是1-Q1-P平方的N-1 此方 留意現在是2的N-1次方 不是2乘括弧N-1 所以高低的分別一定要明顯 另外因為我們現在說N等於1 所以這個N會換成1 上面是1-1 所以2的0次方 2的0次方 2的0次方就是1 這樣就會算到P了 因為左方等於右方 所以P1是成立的 我們就有起點部分 然後要做的就是 就是假設P等於K的時候 它是成立的 就是對於某些數字來說 它是成立的 然後再利用這個假設 證明下一個情況也是成立的 就為之完成數學歸立法了 那寫下這個假設 因為我們要用到這個假設 所以也有需要抄下 我們會利用這個結果的 留意我們是說對某些正整數K成立的 基於現實環境 我們已經證明了 最起碼有一個情況 就是P1的時候 它是成立的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說 它對於所有正整數成立 否則我們就不需要證明了 好 然後就考慮下一個情況 當N等於K加1的時候 左邊是指命題的左邊 A K加1 右邊就是命題的右邊 即是1-Q1-P2K加1-1次方 先整理一下右邊 1-P2K次方 也是一樣 高低差寫得明顯一點 因為有三個階段 左邊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題目比 怎樣去用上一個A 來計算下一個A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2的A K 然後再減A K的平方 而A K正正就是根據我們的假設 可以換成這個 所以先準備一個括號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它替換 我們最主要是小心點去處理那些指數的運算 這個是2 然後再減2個1-P的2次K-1次方 這個呢 要留意一下括號入面是什麼減什麼 就是A-B的平方 要展開就是A平方-2AB再加B平方 不要犯低級錯誤 遺漏了這個項 所以這裡就做下去 因為外面還有一個負 所以畫了一個安全的區域 然後只是集中做裡面的東西 展開了就是1的平方 再減2乘1 再乘2另一個物件 最後就加回第二個項 的平方 在這裡呢 這個運算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在草稿裡面拿出來 1-P的2次K-1平方 整個物件的平方 在這裡要考慮一下 A的N次括弧2次 根據我們的指數率 就是那個底數 然後指數就是相乘 在這裡整個數2的K-1次方 可以考慮成為N 就是那個指數 然後乘外面的指數 就是那個答案 所以根據條式 就是1-P 2的K-1次方 這個物件乘2 就是2的K-1次方 然後再乘2的1次方 所以我們可以簡化到這一部分 就會變成1-P的2的K次方 因為2的N次乘2的N次 應該是等於2的M加N次 把兩個加在一起 如果這個寫法 都是不太掌握的話 可以有另一個寫法 就是考慮這個平方的意思 就是完全一樣的字成 如果自成 如果自成 留意A的什麼次方 乘A的什麼次方 就是等於兩個指數相加 所以同樣的底 指數2的K-1次 再加2的K-1次 再加2的K-1次 相加 所以最後 也是2的2的K-1次 在指數上 然後回到這一部分 最後計算的答案 也是一樣的 當我們準備好這個項 然後我們把其他項 抄下 和整理好這個 2-2的1-P的2的K-1次方 -1 再加2個 1-P的2的K-1次方 你看到這兩個抵消了 所以你可以先畫它 沒有這兩個項 最後的項 記住正乘負 是會得負的 M2的學生就不要錯了 正乘負數 然後這個剛剛處理了 就是1-P的2的K次方 整理好 2-1就是1 然後最後的項 留意這一項 其實已經等於我們右邊的目標 即是我們不知不覺間 已經做好了 難處就是 可能你看到相對複雜的表達 你是需要用草稿子 根據你學過的指數率 很小心 去推論出來 而不要靠猜 當然 在考試的寫法 是不接受的 因為左邊應該是佔用一個獨立的空間 右邊這一部分 要寫開 要明顯 右邊有個分別的界線 先為之一個可以接受的格式 要不然你就把右邊的處理留在下面寫 然後就可以作結 因為左方等於右方 所以 PK加1 即下一個情況 這個也是成立的 最後作結 根據索規立法 PN對所有正整數都成立 為之完成 留意對所有N成立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不寫明正整數 我就會當作N是包含分數 例如二分一之類 但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所以記住寫清楚 一隻字都不能少 是的 也不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